小萊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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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小萊姆,歡迎收看小萊姆的三次元 我是屎嫂 這個是真屎嫂 剛剛香港回來了 決定會拍一些四川的Vlog給大家看 很多人都投訴,不知道我在四川救什麼 我們四川有東西做的,我不是廢青 小小廢而已 那今天就去吃東西,吃什麼呢? 就是一個非常之特色的特色菜 叫做木桶魚 而且現在出門都必須帶著Switch 因為新市坑三日香 那還沒過三天,所以都要帶著他身 你看這個人,你看他 好了,我們去吃東西 就在這裡了,木桶魚 我發現現在還是天好光 我們是五點半現在 會不會太早呢?五點半吃晚餐 中國風格 好帥啊 還有呢,他一下的時候 那個燙燒味超級香 很久沒吃了 好像一年沒吃 哇 哇 好,嘗嘗這個池包 這家的池包是我們之前吃過的都覺得很好吃的 不知道現在的水準是否有 它這裡有種紅糖味,但它不是只有紅糖的 它有黃豆粉的味道很香 但是它裡面呢,有點黏牙 這個很有趣 這個叫鍋邊膜 你看到這個很有趣 它裡面一片很薄 然後下面一塊東西 那我在這家裡沒吃過 在另一家裡試過 它的味道是非常好吃的 這邊是脆的 好,嘗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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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到我們正餐了 先吃魚 這個魚是很特別的 剛剛就是很滾的石頭 然後放了湯和魚 立刻把它煮熟 這個做法很特別 要用石頭加熱 它的魚肉是非常嫩滑 之後它的藤椒味很香 有一點辣 不算是非常辣 但是很好吃 很久沒吃過這個 然後我先試一下這個湯 這個就是藤椒 其實它整碗都是藤椒 不過味道是很辣 我猜到大概是 去到淡仔的小辣左右 好吃 非常好吃 魚真的很嫩 很嫩 這個非常特別 是我在這裡才見過的一種器具 它就是這樣做一間間 讓你可以撈湯 但是同時也可以撈魚 用一邊去撈的話 就可以撈到肉 這個設計 真的非常聰明 吃到最後都有點辣 而且我已經出汗了 而且它吃到最後都有點麻 明明看不到麻糬 看不到花椒 但是那些麻 很好吃 好 接著我們去看電影 看和我的冠軍女兒 是不是 看什麼 看什麼 看很久 評價非常高 那一套印度電影 評價非常高 我在大陸基本上都是可以帶飲品進去看電影 還有在戲院旁邊都會有一大堆飲品店 然後我發現了很多臀飲品店都是來台灣 有些評價 可以看到 大蠅子 50賴 Klaikler Klaikler 不過其實都很貴 跟香港 香港的很貴 哇 已經看完了 我覺得這電影非常非常好看 我和我的冠軍女兒 太動得我心 我終於哭了三次 我覺得真的非常好看 非常之好看 非常之好看 太熱血了 很多鏡頭 還有就是男主角為了這部電影 去練肌肉 再變胖 哇 超恐怖 他練肌肉那一開始幾分鐘 練到整身肌肉 為了後面整部電影 越增越肥 太誇張 他又是導演 這部電影實在太值得我體驗看 不過成都剛才上 我禁止才看到 香港應該很多人看了 是不是 太棒了 最後那句是爸爸跟女兒說 你就是愛驕傲 哇 那裡太催淚了 本身要回家 但發覺我叫不到車 因為看完電影之後 一下夜 很多人叫車 所以他決定坐下來吃點東西 然後仙湖仙這間開了一段時間 但我沒吃過 這個是台灣的品牌 但台灣好像已經整理了 然後走著來打下去 有很多人在這裡 試一顆芋圓 芋圓和我想像芋圓有點不一樣 平時我吃的芋圓呢 比較是再彈藍一點的 但這個就變成煙韌那種 沒有那麼彈藍的 有點像牛奶公司那種芋果雪糕味 嗯 芋果味雪糕 對不起 芋果味雪糕的感覺 很難聽 在成都吃不到台灣和香港那種芋果的芋果 所以真的很慘 因為我是一個芋果怪的 吃不到好吃的芋果 但是 芋果味雪糕的感覺 這不是傳說中的嗎 舒肥肌 中文應該 香港不是叫舒肥肌 香港叫什麼 C肥肌 C肥肌 不是 這個是低溫空 台灣烹調 我們小人送了低溫烹調給屎嫂 所以今天要試一下這個 現在牛排是低溫空調了多久 烹調了 我們已經煮了十八個小時了 十二個小時了 十二個小時了 十八個小時要煮一天的肉 究竟這個多好吃 一天的肉 好了我們來看 拿出來看看結果是怎樣的 十二個小時了 是啊 嘩 裡面還是紅的 很紅的 這個就是做好了的 威溫烹調牛扒 會不會好吃呢 會不會好吃呢 它是血水在外面 裡面已經變色了 現在就把血水都迫出來 這樣就沒有肉汁了 哇這一條粉紅色的 好像很好吃 我們期待待會兒買完東西回來再弄它 今天一起來已經是三點多了 假期嗎 你懂什麼呢 我們又打遊戲打到太晚了 這個人跟我一起打遊戲 我們打不同的遊戲都打得很穩 你打到幾點 我在沙發都睡著了 睡著的時候六點多 然後今天我打算不可以太廢 這個假期一定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 所以今天我們就玩低溫烹調機 那是做什麼的呢 就是把那個肉或者要煮的東西 放進去那個東西裡 然後煮很久 它可以用很低溫的做 大概可能是50度至70度 那這就是一個法國的技術 那現在這部機呢 就非常好玩 它玩了很多次了 那我就沒體驗過 那今天我們就去麥登龍去超市 那我們今天也會拍屎嫂廚房的 那大家期待一下 這個Vlog應該會先出這個屎嫂廚房的 那我們現在就去買東西 拍東西 Let's go baby 我發覺超市之前 我有一件事非常重要 一定要先解決 我們還沒吃東西 三天半還沒吃東西 好餓 我們去吃下午茶餐 吃下午茶是嗎 好 那帶大家去一間 我經常都在成都吃的餐廳 叫做露絲餐廳 吃什麼的呢 就是這間 港式茶餐廳 吃什麼好呢 慘了我們發現了問題 我們已經吃東西的時候 吃到最後我發覺 糟了 我們現在差不多四點才吃到這麼飽 我們幾點吃晚餐呢 很飽啊 很糟糕 很糟糕 糟糕 糟糕 那隻狗超級有型啊 跟著牠的腳呢 超級長啊 我不知道做什麼事 太有型 其實應該會有勁工 是杜斌啊 我第一次見 第一次見 你看一下 你說吧 這裡就是 速遞排貨的時候的地方 原來都是一片雲園 什麼時候是PL Play Lazy 可以啊 可以啊 Play Lazy 多多 不放心 可以吧 可以吧 好大隻啊 老公 我一個天生的搬運工人 哈哈 好像沒什麼值得叫我 哈哈哈哈 好 今天的方法就到這裡了 之後就是屎嫂廚房的部份 大家記得關注我們的頻道 我接下來會更新屎嫂廚房的 好啊 有什麼你想說啊 記得看屎嫂廚房啊 嗯 說得非常好 好 喜歡你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給個like 還有share出去 有什麼想跟我說 在下面留言 我每一條 我每一條都會看的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訂閱我 我是屎萊姆 另外就是按個鐘仔 下次再看 拜拜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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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